大家好,我是盧健鋒師傅 我很喜歡用新元素的食材加入傳統中菜 今天我教大家煮金油白肉 為何我會介紹這個菜給大家 首先它的賣相很美 還有簡單易做 如果放在家裡招呼朋友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們現在開始煮這道菜 我們現在第一步先切生果 首先有芒果,白香果 好,我們先切芒果 芒果我們只切兩邊,切肉就可以了 切芒果切完之後 我們用根筋略起肉 好,放在一邊 然後白香果 白香果我們切的時候 是留下來擺盤用的 所以我們要切更漂亮 好,切好就定了 然後我們餘留一半 對斜、對角切 餘留一半 OK 裡面的白香果肉 我們也是要留下來的 好,切好 好,那殼留下來有什麼用呢 殼留下來其實是用來坐著放在這裡 但是怎樣可以令到它不動呢 我們就要切後面這個角 切去平底 少許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打在這裡 好,那些果肉 我們要切細 方便讓人家打的時候 打得更均勻 我們一開始做的醬 我們把芒果放進去 還有剛才的白香果肉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打醬 好,那打到怎樣為之OK呢 那我們開出來 看看那碗汁 那些白香果肉 如果太粗粒的話 它吃起來會黏牙的 我們可能要再打碎一點 還有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加少許均勻酒 把芒果放進去 令到整個芒果清新一點 那這個蓋子 這樣就是半蓋子就可以了 好了,應該打到差不多了 那我們先看看 OK,那打到芒果好像現在這樣 夠滑了 那些芒果可以吃進口 不黏牙了 那就OK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處理這個帶子 那這個帶子 我們平時在凍肉店買回來 是北海道帶子來的 可以生食用的 那這個帶子買回來 我們叫做喜相飛 喜相飛的意思是 不要起斷它就可以了 在中間開 OK,那開完之後 就是這樣,那就OK了 好,那接著下一個步驟呢 那我們就要用煮滾了的水 去焗熟它 先燒滾了的水 水滾了之後 我們下帶子 好了,那我們現在帶子浸熟了之後 那我們浸浸一些冰水 令到帶子的肉收緊 好,那現在帶子凍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拿起帶子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擺盤了 那些油脂肉呢 我們就放一行 那我們現在可以把帶子拿出來 把帶子放進去 然後還有一個步驟 就是淋汁了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白香果汁 就放一點點在帶子裡 好,放一行就OK了 然後剩下那些呢 那我們就放在小碟裡 如果朋友喜歡的 就可以在那裏點多一點 再加點綴的東西 就是這個青檸汁 這個青檸汁除了點綴之餘 如果你覺得不夠酸甜的話 你都可以擠一點下去 還有我們的食用花 這個食用花是一般大型的超市 都賣得到的 好,那把這朵花之後 我們的金有白玉就完成了 就好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